我不可以退出反骨 到底還要公主病多久 他時常性騷擾是真的存在的 他不是只有對我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ries 很開心來到達人秀的 小編就在問 那如果我可能第三個就倒了怎麼辦 當然是牽中間啊 比較好弄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中間 中間save的啦 這個 欸 欸 好 看一下 你的人生有幾個工具人 101個 還有那邊助理一個 兩個 兩個工具人 就是我任何工作 或者是像這種採訪 他們都會跟 欸 等一下 這真的要滿你 如果太快的話不行喔 影片都夠長 噢 噢 到底還要公主病多久 沒意外的話就是我活多久 就要公主病多久吧 我的公主病不會 看你們家 歪賽品 就是會讓你變胖 都不會啊 就是我的公主病不會傷害到任何人 這個喔 要平衡 因為我剛剛拿左邊了 所以我現在右邊也得拿 就是要這樣子 最近最不爽培根的一次喔 他摸我頭髮吧 我跟你講 他時常性騷擾是真的存在的 他不是只有對我 他還對公司的女編輯師跟女經紀人 他都會這樣摸人家頭 或是這樣說 我的頭髮好順喔 我就覺得 全身起雞皮疙瘩 因為其實摸頭或是摸頭髮 是一件很曖昧的事情 可是我剛剛沒有就是到這樣 就是普通朋友不自己會這樣 要碰我的頭 OK 中間的部分 這個 可不可以退出反骨 不行啊 我以為你們要幫我鋪嗎 YouTuber 我應該會就當到老吧 以後我可能就是有孫子了 我都還能再拍 當阿祖了 都還是可以拍這樣子 沒關係 因為反骨還有其他的很多的影片 也不是每一支都有我 因為我有自己的那個個人頻道 喜歡我的人就會 來follow我的個人頻道 就是可以每次都看到我 那如果你不喜歡我的話 你沒有follow我的個人頻道 也沒有關係 幾乎每一天都還是會有 IG是有分陌生訊息 和你的朋友的訊息 因為陌生都很多嘛 我會一次看個幾百封這樣子 陌生的就有很多這種不雅照 我就會傳給陪根看 我就覺得他職場性騷擾 是不是我性騷擾回去 我就 牙齒 可以耶 找到一個很順的 是不是有大頭症以為自己很紅 欸我從來都還沒有覺得我自己紅了耶 沒有狗仔根拍我啊 都是拍我們的那個 雷拉奧孫生 然後瑋哥也有被拍 對對對 可是又沒有拍我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沒我的事吧 好抖喔 最受不了 另一半什麼習慣 因為我有性感 最受不了應該就是 只要一直要一直要吧 我有曾經跟某一任男朋友 就是因為這種 這種事情吵架 拿這個 想看挑戰14天不洗頭 欸有在follow我啊 就因為我的頻道呢 有一個七天系列 然後我的七天系列 第一集就是七天不洗頭這樣子 14天不洗頭 好像可以耶 身邊的人可能會受不了我 這樣 同事可能會受不了我 這樣 好 跟那麼多YouTuber拍片 有遇過雷是吧 一定有啊 我的來賓 就是有一些會找一些 比如說網美 就他們不一定是YouTuber 可是是網美 然後 有一些小女生 真的是沒有責任感 就他們不覺得這是一件工作 不會覺得大家 就是找了攝影師 為了拍片 然後花了很多 心血 然後你一個人不來 然後我們就大家都空在那邊 就是放鳥 對 因為我被好多女生放狂 大概有三個以上吧 都是女生 喔 有一名YouTuber 有一名女YouTuber 不接電話 就是我整個聯絡不到 時間已經到 他還沒來 我一直聯絡他 他聯絡不到 他就不接電話 也不看Line 然後是幾個小時後 還說 喔 我肚子痛痛 我肚子痛 可以看手機啊 就是前一天晚上才會說 我覺得我最近有點太胖了 就是在鏡頭上 還不好看 我就不拍了 你變胖應該也不是前一晚上的事情吧 對不對 而且你看我那麼胖 我都還不是一樣對著鏡頭哈哈大笑 根本就沒差好不好 文小型 別忘二選一 小編會開出兩個條件 必須選擇自己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 來看看 艾瑞4的理想型 最低能接受日一半的底線在哪裡 哎呀 這真的走了 我跟妳講 禿頭可以指髮 不確是指了三次 所以我覺得禿頭可以是可以治的 虎臭好像不能治吧 我選禿頭 如果是培根那種又臭又灰的那不行 可是如果只是單純顏色 它的color是灰色的話 那其實那個穿鞋子或是穿襪子 其實我就看不到 那所以就還好了 我選灰指甲好了 我選灰 我只要臭就可以 對 那灰指甲就比我矮 比我矮 那當然還是灰指甲 灰指甲 那性無能 性無能 那性無能 我超討厭屁耶 就是男生不能比我幼稚 因為我已經夠幼稚了 他不能再更幼稚 屁是那種白目那一種 對 就是那種滴滴很不懂事的 我很不喜歡 這兩個 我都可以耶 因為我也超仔的 我很喜歡追劇要打電動在家 除非運動我才會出去 要不然運動工作我會出去 外面我也很少出門 藍藍也不錯耶 好吧 還是性無能 當然是性無能啊 我現在二六大我三十歲 五六也跟我 不行不行不行 性無能 媽老不行 我覺得不行 這樣之後我有婆媳問題 所以是這個結論嗎 好像是耶 對喔 所以你性無能也沒有關係 就是我就還是可以接受的 我比較注重那個 心靈跟生活上面的那個相處 像我自己超級喜歡阿滴耶 她不是媽寶 可是她孝順 就是我覺得她很愛她家人 她不是還就是送禮物給媽媽什麼的 然後也很愛她的妹妹 就是看她對待妹妹那麼溫柔 就知道她對女朋友一定也都超溫柔體貼的 很寵她 然後也不會跟她爭 她會用自己的公眾人物的影響力去 影響力去貢獻這個社會 所以我就覺得她就是 是我的 公開示愛 公開示愛 真的可以嗎 我超喜歡她的耶 粉紅愛心爆炮 我還喜歡她 這個部分呢 這就是magic 我都大很小 我跟你講要可以剪 是不是葉培 是我都會跟網網兒 就是網紅的網網套 她有在賣newbrow 就跟她買 她那個newbrow是這樣黏 然後扣起來超大 而且黏性很好 可以重複用很多次 這我不是真的完全的A 因為如果A的話 其實是擠不出東西 還是要點點小小的肉肉 我是B 然後就是用她那個newbrow這樣子 然後你再穿一層就是厚一點的胸罩 胸罩可能是五公分厚這樣子 就是裡面都是水餃店這樣子 你看起來是胸部很大這樣子 最近一次好像是有一次我跟捷恩 去拍那靠得住好自在 汽車旅館 然後他們就有在播那個A片 我們就有這樣打開來看 就我就好奇 欸真的有耶 可是那時候是很多人的情況下 不是只有我跟捷恩兩個人 大家不要想太多 交男朋友以後 就我發現就是 原來男生我覺得可能是 年輕氣盛 然後平常又躲在運動 你知道運動的男生會就是分泌什麼搞固酮 搞固酮會刺激就是性慾 就是他們會更享受這樣 然後我才發現 欸我其實是 有點反感的 就是我這個其實不是病 這個其實性慾也是一個慾望欸 它不是病欸 我就是只有沒有這個慾望而已 所以其實還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大家可以順便去我的個人頻道 Aries愛瑞絲訂閱我 開啟小鈴鐺喔 然後達人秀的Youtube也要記得去訂閱喔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喔對 今天是白色情人節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Kay Boss 是很容易有整齡 街� cach RPG 每個人都想上去 這個夾臣 到敦里 感谢观看